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y 好久不见 首先欢迎大家回到Gotham Show球鞋开箱的节目 那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开箱两双Nike 在去年年底以及今年年初分别和两家潮牌店合作的鞋 那第一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双2021年1月21号发售的 芝加哥球鞋店铺Nurtreet同Nike Sportwell的联名合作 来 第一眼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双球鞋就是基于Dunker High高帮鞋型为蓝本 它是两个配色 另外一双配色是这种蓝色 那第二双就是我手上的配色 它有点灰白灰白的颜色 然后鞋带是稍微有一点红色的元素 所以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灰白的颜色 那这双鞋的鞋面采用的是这种长绒面格材料和尼龙的细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鞋的内侧 它是这种帆毛皮和硬质帆布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整体是比较有这种粗糙的质感 营造的是比较熟悉的这种OG的复古的效果 整体感觉看着非常的简约 但是又不失经典 也是非常迎合当下非常流行的Verb的风格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 鞋底是偏这种乳白色的颜色 鞋舌它也是这种帆布的材料 然后鞋带是配的一个有红色细点的鞋带 鞋款整体的设计是十分清爽的白灰的装扮 然后这种帆毛皮的材质 然后也凸显了一种不一样的质感 再加上它这双鞋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 首先是鞋身内侧的Swoosh 它是有一个握手的设计的 然后其次是鞋舌的Nutri的logo 然后运用的也是一个红色 就是在整体这种灰白的中间加了一点红色 也是非常的凸显 就整个层次感就出来了 就是后跟部位3M反光效果 也让鞋款的整体的性能提高了不少 然后细节之处也是凸显了很多不同的小设计 那这双鞋的另外一个配色 我也把图片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开箱看一下 那我个人的感觉对于那双蓝色 相比较而言 我是比较喜欢这双灰白的配色 第二双要开箱就是Nike和Bodiga合作的一个鞋款 我之前已经有打开过了 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的细节 那这双鞋是于去年2020年的年底 12月30毫发售的发售价格是130美金 那如果说大家已经对街头文化 包括球鞋文化已经非常熟悉的话 大家一定会知道这一家超牌店 那Bodiga的第一家店是在波士堆 然后位于麻省理工大学附近 一条非常非常幽静的小道上面 那作为首家店铺 它也奠定了Bodiga创始人们所推崇的好东西 这些需要被寻找的理念 所以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家店的 就是这个秘密的话 可能你路过了 你也不知道它是一家超牌店 那Bodiga其实是西班牙语中的杂货铺的意思 那这家这家铅品店它没有广告 没有招牌 甚至在Google map上都没有准确的地址 那Bodiga的这种欲擒故作的设计 也是在间接的跟潮人们玩着捉迷藏 那我自己本身是还没有拜访过这家店的 但是我有在网络上看到 就很多关于这家店的一些故事和传说 就是听说潮人们必须要触发脚下的感应装置 然后激活伪装成自动售货机大门 那它才会展示在门背后 被藏起来潮牌精品店 所以说到此一游 对于Bodiga的顾客来说也是绝非易事 好的我们回到这双球鞋本身 那这双它和之前任何一款 在2020年发售的Dunk都不太一样 就其实很直观的看出来 就是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特殊 独一无二 整体我的感觉就是细节满满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小心机 小细节的设计 那据店家描述呢 这双球鞋是以经典美式为基础 然后也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将篮球和棒球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 然后也打出了美国的风格和历史的文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尤其这个鞋子的鞋岩跟后半部分 是不是有一点像这种传统的 棒球手套的样子 真的很酷 然后鞋面它是采用这种混合的纹理和色调 用这种陆皮和鹅卵石皮革 占据了球鞋的大半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内侧是有印着铁牌Bodiga 然后包括它鞋子的外侧 这种宝石带帽的Nike的Swoosh 都是非常有特殊之处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贯穿了整双鞋子 整体的这种生皮鞋带 我们可以看到在外侧这个地方 它是有这种鞋带的设计 然后在内侧它是有两个 就这种寄扣的感觉 背后也是鞋的鞋后跟处 也是有一个就是感觉 寄得很随意的一个大的接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鞋舌 那它的鞋舌是增加了一个收纳带 我这边可能有点难以展示 就是它在里面它是有一个收纳带的 就是感觉你可以藏一点私放钱的这种感觉 那整体的颜色就是这种棕色黑色 加上米白色 鞋底也是这种橡胶棕色的感觉 就稍微有一点透明 那整体下来我觉得这双鞋是真的真的很有看点 然后很特别 特别想要拥有 那这家精品店其实在洛杉矶也有一家店 所以就是在洛杉矶的小伙伴 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拜访一下 然后听说在洛杉矶这家店是把店铺伪装成了这个水果摊的背后 还是水果市场的背后 就是有空一定得去拜访一下 好的那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可能视频展示的内容有限 如果说大家还想要看球鞋的什么细节 或者是想要听球鞋背后的故事 也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和我一起交流沟通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